回歸以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保持繁榮穩定 大灣區國策亦都為香港發展帶來新動力、新機遇 其實祖國的關懷從來都在我們身邊 工聯會和各個屬會亦都一直為建設國家、建設香港而努力 現在就讓我們一齊溫固之身,勢美一下百年以來的國情、港情、工會情 香港天然資源短缺,但人口卻非常密集 即使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口亦都有三百萬之多 要滿足市民對糧食的需求,只能長期依賴盡候 而且質素很難有保證 在未有三趟飯車之前,一批豬牛羊這些生活商品 在發貨點發出來,由小站運到中大站 大站再運到羅湖,再通過一隻列車 然後拉過來香港卸貨 那整個過程要生活一個星期以外 死亡殘事率是很高的 那這種情況,某種程度都是影響了貨源的供應 除了之外,我們還要在香港死亡殘船 還要廢回外匯,租船運到大海裡 扔到大海裡,都是為沙魚 我聽老前輩說,以前我們叫火箭豬 因為那時蘇聯有火箭上太空 我們中國有火箭豬,為甚麼呢 因為豬太瘦,尖,兩頭尖 所以連融為火箭豬,可想而知當時的品質多差 所以三趟飯車之前的情況是很不堪的 到了1962年,周總理關懷下,國內就開通了 三趟飯車,由武漢、上海、鄭州 三個發貨點,每天每個發貨點開一班車 這樣就叫做三趟飯車 這三趟飯車開了之後 香港的生活商品供應有很大的改善 因為三趟飯車,為甚麼叫快呢 其實所謂三趟飯車,它在三個 七五一、七五五、七五三 這三個由鄭州、武漢和上海發運過來的時候 它所享受客運的待遇 即在鐵路方面來說,它享受客運的待遇 如果普通一個貨運的年齊來說 由那三個點運到香港,超過一個禮拜 甚至沒有超過十天,因為貨運 它不需要照顧你,你要讓其他車的時候 它就要放在一邊,所以那個時間沒有控制 三趟飯車開的時候便宜,因為它糧多 糧多,糧多,死亡率減少了 因為如果我們在那裡做,我覺得很多海口 不知不知不知那些東西,來到香港 死亡率很大,死了兩、三隻都有 所以我覺得三趟飯車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解決了這個死亡率和負價的問題 從1962年開始,直到2010年結束 三趟飯車為香港供應了活豬活牛超過一億頭 加禽超過十億隻 加上難以計數的蔬菜、水果、蛋品等等 令到公港的蔡蘭子始終及時穩定 影響最大的對我們香港市民就是 那些豬肉,我真的做了徒行做 徒咀,五封港做,五封港做 九十年對之前,九十年對之後 那些豬價,如果那些豬肉來得少 真是對我們香港市民影響很大 一吃雷少少少,那些豬價便起了 市民便吃貴肉 香港本身的農產品其實不夠香港一個月的消費 如果沒有國內的大量 所以三趟飯車來的那些什麼呢 上海雞,多少人,大量都下來了 便宜都不用人,來到香港市場 過年是錢又有,你怎樣撐 香港如果沒有這些便宜的東西供應給你 其實普羅來市民是無法生產的 白雞 所以在三個快車來說 其實對香港市民的物價穩定 是供應的 當時是大集蟹,是吧 大集蟹,都是,都是之一 其實貴魚,那時是說 尼克松去吃了之後 外産運貴魚來,沒有三趟快車運什麼 廣東都沒養到貴魚 那時是野生的貴魚 野生,真是大大條,幾斤重一條 我覺得三趟快車對於我們香港人的意義來說 為何快,這是其中一點 第二點,三趟快車不只是車的問題 是整個供應鏈的問題 每個月,每一年,明年我們需要有多少貨量供應 當時豬,雞,甚至魚都有這個計劃 然後再分拆到每個月,下個月我需要多少數量供應 從這個計劃開始,到國內,在國內農村的養殖 給了他們的任務 然後通過收購渠道,收購上來 還要檢查品質 剛才大家看過片段看到 這個重量稍為少一點,輕一點 都不收,都不要 所以整個供應鏈來說 是體現到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三趟快車運來的鮮活冷凍食品 不但價廉物味 亦為香港的發展和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趟快車印證了造國和香港缺脈相連 和發展共進步 而在幾十年來 三趟快車額運源的巨大付出 保障了這條香港生命線風如龍左 亦都體現了內地同胞對我們的關懷和重視 無藥值得我們刺激 我曾經跟過一小段三趟快車 他們的鴨運源工作 跟過一小段 我跟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是1997年 那時候已經改進了 他們第一架車的每一列的後面 間了少少地方 就是專門給鴨運員做休息 但我聽過那些鴨運員說 在那之前 他們根本連那些少少的 間了少少地方都沒有 他們是跟雞鵝鴨、豬牛羊分在一起的 只不過他們可能在上一格 就鋪一些乾草在那裡 就在那裡睡 所以他們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你要知道 那些貨運的車不是密籠 因為那些是生口 用密籠來講 它沒有辦法 尤其天時節就會造成大量死亡 所以那些貨卡一定是很好的通風 所以那些地方 如果他們在天時冷的時候 真的有些風吹過來 這不是香港這樣的氣氛 由鄭州開始 由武奧開始 那些是比較北的地方 在冬天來說 他們是非常辛苦的 真的沒有辦法 真是寒風似骨 可以這樣說 所以這可以體會到 我們內地對香港同胞的支持 從以前來說 真的 這個貢獻非常之大 三趟快車 滿載著祖國和內地同胞的關懷 以作為愛國愛港的香港工會 一樣全靈而負 確保這份關懷 可以送到港人的餐場之上 我們工會到來 就很主張 這是國家財產 又是供應我們香港市民的 穩定的來源 所以我們自己工會 就組織了一個 專收野負的公有造成 不單止自己的欄裏面 其他欄裏沒有人派出來的 我們收了之後 就回去 他們的欄裏不夠 其他欄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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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眾奇得到 新 september專目政府 在折斷自動 第二個欄裏不夠 其他欄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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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經濟公 porta 甚至其他欄裏不ід 雪外裏不肯 裏不加 никто兒不有 資料 因為在那一二十年裏 基本上我們副食品的價格是非常平穩 而且我們供應是充足的 所以這會給到基層市民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在食水方面中央給香港有冬光水 但在副食品方面就給到我們三方快車 保證我們食品的優質和價格比較穩定 所以這對於我們香港基層的生活 是影響非常大 所以剛才所說的很多內地的支持和貢獻 貢獻在哪裡 就是使得我們民生方面平穩地度過 所以無形之中香港在60年代70年代的騰飛來說 就沒有了後顧之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一國兩制 雖然三趟快車已經駛入歷史 但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繁榮發展 不斷續舍輝煌 這些成績都是來自黨和國家對香港始終如一的關懷 支持外胡 無時無刻策略著這一夥東方之轉